《行動代號》 孫中山真是一個很少見的國片 小萌你覺得 就是他很特別特別推薦的地方在哪邊 這部電影是一個喜劇 他基本上是一個喜劇的模式電影 他是希望大家看的時候 以一種比較輕鬆的情況下去 看這部電影 可是他同時卻講一個非常沉重的 一個跟現實有關的一個故事 我們現在社會上經常看到許多什麼少年的問題 什麼的問題 那如果你要仔細想的話 這部電影當中的少年也是問題少年 他們做了那個非法的事情 可是他們確實有某種後面的被社會壓力 壓力在逼他們這樣做 所以說看這部電影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我們可以把這部電影 跟我們現在的社會環境做連結 尤其是關於青少年的一些問題做連結 思考一下為什麼即使已經到了 我們已經過了這麼久的時代 為什麼我們的青少年還是會有一些問題 是我們沒有辦法解決的 我們社會已經開放 可是為什麼有些問題還是不斷地發生 那這到底是 是什麼東西出了問題 所以說我覺得這可能是看這部電影 最值得思考的地方 這部片裡面就是有兩位高中生是主要的主角 就是我們的阿佐跟小天 所以應該是易志炎導演 他想要寫進劇本 他的一個採樣 就是小毛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兩個角色是什麼樣子的背景呢 其實他們兩個的個性也完全不一樣 那小左是一個就是一個 他實際上是一個蠻單純的男生 他就是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等於就像一般年輕人一樣 不會多想什麼 他想到說 我看到一個銅像 我把他偷去拿去賺錢 他這是一個很直覺 也很可愛的一個想法 可是在同時 他也是蠻聰明的 他會整個規劃整個過程 那種聰明有點像那個小鬼當家 就年輕人有時候很聰明的 有些會有一些鬼點出來 他很聰明 那他甚至還知道說 那個怎麼樣去追蹤那個另外一組人 這些東西都可以看出來 這部電影當中描寫的年輕人 事實上是又可愛又聰明 又有點無知 然後對他面對的生活的壓力 然後呢 那個卻被迫做出一些事情 那小天這個角色就比較不一樣 他是一個有點悲劇性的角色 他的 我們有看到他的家庭的可怕 他的家庭 他的像小左 他祖母還會作花 可是小天的家庭 就是一個有點家暴的家庭 對 非常窮困的家庭 那這個在這樣的家庭之下 小天發展出一種 不信任 對人不信任的個性 所以說小天跟小左相遇的時候呢 他們之間是有衝突的 小左很單純 希望能夠把小天 就是說大家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做就是一起來偷這個銅箱 剛剛我們在預告裡面 也有看到說 他們兩個就在爭執說 誰才有這個資格來偷這個銅箱 說那我們就來比誰家裡面比較窮 對 很荒謬的一個情節 對 所以說小天 他是不大願意跟他合作 因為他不信任 他被那種整個環境的壓力壓到 他對什麼事情都不信任了 那比較有趣一點是的安排 就是說小天他跑去那個超市吃那個市吃到飽 那這個行為事實上是蠻反反抗的 結果他他就是利用這種商業行為的一種機制 一種商業機制來滿足自己的那個那個民生 因為像那個卡仙做的事情 那個卡仙就是利用商業行為的漏洞 來獲得一種很奇怪的利益這樣子 都是一種叛逆 都是一種叛逆的行為 這這兩個男生呢 他們都是 最我來說 他代表了臺灣社會兩種不同的叛逆的英雄 一種是比較聰明的叛逆英雄 還有一個是比較悲劇性激進的叛逆英雄 他們都是 都帶有英雄色彩的上臉 剛剛就是我們講到就是意志顏導演 他其實他的作品其實沒有很多 就是之前小茉莉有跟我講說 他其實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比較少人知道 是由白冰冰所演的 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我跟電影叫做寂寞芳心俱樂部 白冰冰演一個中年婦女 然後他 在那邊那邊 電影當中他跟一個小男生 一個有點青少年男生 一個小偷 見了一種很有趣 很奇怪的關係 那看這個行動代表生活戰略的時候 其實我想到那個 那個 吉姆芳心俱樂部 裡面的小男生嗎 對 因為他們都是在投東西 都有投東西這個點在 而且這部電影當中後來他們在街上跑的那個畫面 很像吉姆芳心俱樂部的結尾 那個男生跑的那個畫面 所以從這部電影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 一隻眼最初電影的一種風格 也可以說這部電影把他早期兩部電影的風格做了一個 一個簡單的整合 對 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小摩自己還是最喜歡藍色大門對不對 是啊 幫我們說一下這幾部作品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藍色大門 我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他一開始有出現那個公司的那個商標畫面 那個音樂我一聽我就受不了了 就是藍色大門裡面那個鋼琴線 那藍色大門他是講 也是講青春叛逆 他是一個比較甜蜜的 甜甜的帶著愉悅 感覺的青春 他講的是青少年對於自己性的探索 尤其是少女對於性的探索 那女主角他不知道自己喜歡的是男生還是女生 他就要追 找這個謎 可是也沒有人教他 他就不斷地在一個很混沌的一種青春的謎榜當中 不斷地去追 去探索 另外又有一個叛逆少年 很喜歡這個女 很喜歡這個女生 就是桂倫美演的那個角色 於是這兩個人發展出一種淡淡的感情 不是愛情 他們一起出去玩 一起去幹嘛 他們也不是愛情 當然沒有什麼性的成分在內 可是這整個感覺就是一種青春的摸索 那是一個我們大家共同都有的記憶 尤其是在對於臺灣社會 那像藍色大門會讓大家有感覺 會讓大家很有感覺 是因為他扣住了我們大家一些集體記憶 譬如說中學 高中的記憶 那種穿制服 做一些小壞事 然後一起出去玩 騎閘車 這種記憶 都勾起了一些我們青春的記憶 那可是呢 比較起來使用動態 使用動態就比較激進 他的他的判定就是比較激進 那種判定他是很直接的對那個 對一個臺灣一種發展出來的資本社會 有一個金錢智商 消費智商 一個社會很直接的一種撞擊 他們說沒錢好 偷東西 就是這樣很簡單 雖然說這部電也是一個 也是帶著錢密的細細在 可是他的底層 他的本質是非常的 怎麼樣 非常的 非常沉重 不像藍色大門那麼的輕 那麼的輕鬆愉悅 對 藍色大門推出十二年之後 看現在桂倫美跟陳柏林 都成為獨當一面的演員了 就是小摩自己覺得這一次 就是兩位年輕的男演員 覺得他們這次的表現怎麼樣呢 他們實在是太可愛了 我覺得他們演出的那種 那種青春的無知 比較起來是他們兩個角色 好像知道比較多一點 可是這兩部電影當中 這部電影當中 他們好像有點 有點單純無知 那種感覺 或許這部電影當中設定的角色 年齡比較低一點 可是他面對這種社會的威脅 環境的壓迫 他們那種即時的反應 是非常年輕的 非常一種純笨的一種無知的反應 我覺得這兩個男演員 那種臉上那種 那種潔白啊 完全沒有任何東西的感覺 驚豔的累積的感覺 很能夠呈現這種這部電影當中 這種這種無知 說無知好像有點不對 應該是 純真 對 純真 對啊 純真 對 就導演說 他覺得就是讓這兩個角色 其實應該是 他身處在這個環境裡面 可是他又搞不太清楚 這個環境對他做了什麼 所以就是產生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很特別的對比 今天非常感謝小萌幫我們介紹 行動代號孫中山 謝謝小萌 謝謝